这个地方记得你要细心一点 有的同学贴上之后改的上面下面没改 等一下A7怎么都是1 因为你下面没改当然都是1 OK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到这边为止 那底下的话就是那个Clear Clear就是清除 然后再来OK 再来是End 那首先的话呢 清除的功能就是我们看到的类似像 清除的功能 假设我今天打完之后 打一打打打打打OK 然后要清除其中一个字 不是整个清除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跟那个上个礼拜讲的那个一样 只是说上个礼拜原来已经有什么电话 号码冒号 所以会有四个字 预先有四个字 那现在是完全没有字 那你不能说一直清清清 清到最后没有字了你还在清除 那就跳里就没有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几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要先取得什么 取得现在有几个字 然后判断如果说它不等于 不等于零的话 如果它等于零表示 不能再清楚了 等于零的时候呢 那就就就就就跳里了 就不要不要继续 不要那个清掉 那如果不等于零的话 就是就是等于一二 一直往有字的话 那我们就怎样 把那个这个所有的字 看看怎么样它总共几个字 然后把总共几个字 最后就是总共几个字 扣掉一个字就好了 扣掉一个字的话 那最后一个字就不见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个上个里面还有有提 有有有有有讲过 那个有没有电话码那个部分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怎么样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总共也是三行程式 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怎样 先取得里面到底是什么 那里面的部分的话 假设我现在里面的字 那我要怎么取得呢 跟刚刚一样 用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物件名称叫做 EDATM 然后用什么 GateTest 点Tosync Tosync就是转换成字串的 资料形态 然后再丢个S 那由S去怎么样呢 去做判断 那我怎么知道S 它有几个字 基本上有几个 几个方法可以取的 第一个的话 S点下去你打一个L 它的Lex 实际上就是它总共有几个字 几个字就几个长度 点Lex 所以这个部分是固定的 这个部分的话 在Java里面那个Sync类别 就是某个章节里面 就专门就介绍 有哪一些 如果你要知道有几个字 就是点Lex 然后呢 后面如果不等于0的话 不等于0 不等于是什么 惊叹号 等于0的话 那表示说呢 这个一定是1 甚至是应该是 就是说 不等于0 然后也不等于 不能小于0 应该是 这个字串长度的话 不过字串长度也不可能 不可能小于0 所以基本上就不等于0 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的话呢 判断是特别注意 1付的判断是这个 我想各位要慢慢 要习惯 1付 后面一定是刮弧是条件 然后呢 大刮弧是 后面要执行的程序 这个固定的 那如果说呢 它不等于0的话 就执行这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里面包含什么呢 就是 最后的传回来 结果也是丢给S 那S等于什么呢 它有个方法叫substrain 这个substrain 就是切字串用的 也就是说呢 我要从第几个字 第0个字 那像是0 不是从1吗 特别注意哦 这个的顺序 是从0开始 所以第一个字是0 编号 1 2 3 4 一直到最后 所以特别重要 是从0开始编号 那我要0 第一个字 到哪个字呢 S.lex 就是总长度 减1 也就是从这个字 然后最后取到减1 那一定是什么 最后一个字 没有切到 所以最后的话呢 一定会最后一个字不见了 那不见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取回来的 结果再丢回给S 那也就是这个 最后一个字就不见了 然后再把什么呢 把S再用SetTest 先取回来 然后扣掉最后一个 再塞回去 所以基本上的话 大概的流程是这样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按清除 你看最后一个字不见了 最后一个字不见了 然后如果清到最后一个字 已经0了 对不对 它就不会再清除了 1 2 3 这样会比较清除 清除 清除 所以到0的话不会再清除 所以各位试试看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又把那个完成的画面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云端白板 你在云端白板 不过这个程式应该比较长一些些 所以各位在最下面这边 这边有个很长的 这个有没有 你把它怎么样 把它点击下来 然后往前推 这边的话可以卷轴 因为在那个Chrome里面 有没有 你可以往前推 然后它就可以往下看 程式码大概 因为按钮都有在clear这里 就在这边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感谢观看